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珊珊姐姐 哇好开心啊 这里又看到你们了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4月14号 星期三下午4点20分 Denobo Malaysia 2021爱你而已 网络直播教学课程 同学们你们到了吗 到了的话来跟珊珊姐姐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给你们可以在chatbox上面跟珊珊姐姐打一个招呼的 让我们看看你有没有在这里 Alright 有没有同学到了 看到很多同学来咯 千里耶 你好 我看到你了 哇好多人 很多同学讲他们还在上课 ok 没关系 如果你在上课的话 来不及看我们的直播也没关系 你可以过后再看回我们的重播的好不好 嗨 汪伦汪 你好 安周易你好 啊 换了照片啊 哇好漂亮的照片 ok 当然我们有记得你的 ok 啊 来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到了 我看到葡萄丹 葡萄丹很久没有看到你 我好开心喔 我看到你嘞 哇很多同学都已经到了 嗨 瓦伦汪 哇我很记得瓦伦汪 因为每次我在这个live里面都会看到他的 ok 啊你们好啊 好 那今天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很流行的那句话是什么 我friend in了 你friend in了吗 啊同学们你们friend in了没有 有没有friend in的粉丝在这里呢 ok 如果你有friend in的粉丝在这边的话 来给我们打个high five ok 我们来high five一下 ok 啊大家下午好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这一个live的 好吗 好 来看一下有没有friend in的粉丝在这里呢 哎 庞秦辉你好 哇 好开心喔 看到你们来了 阿凯 你friend in了吗 我看到你在那边写你friend in了吗 啊 你friend in了没有 ok 哇 好 哇 好多同学都有friend in了 Wong Zoe high five yeah high five 我也是friend in粉丝哈 ok 好 看到很多同学都已经是 有在这一个friend in里面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呢如果说你们还没有friend in的话呢 啊 可以赶快去friend in哦 ok 啊 还没有加入的话 赶快去friend in ok 啊 你们可以在这一个啊 friend in粉丝专业里面呢 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粉丝专利的 ok 很多这一些福利给你们的 好 那么今天 ok 在这边 杉杉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 有没有发现 杉杉姐姐那里不一样的嘞 啊 看一下哪一位同学眼睛很尖 有看到杉杉姐姐现在是 跟平常做live的时候不一样的哦 有吗 有没有同学发现 啊 来看看有没有同学发现 哎 还没有看到哦 衣服啊 哎 不是啦 衣服每一次都不一样嘛 有没有发现杉杉姐姐在今天的这一个地方 ok 有少许都不一样 有 啊 你们知道杉杉姐姐现在在哪里吗 啊 有发现到是不是 是换了背景 ok 好 背景是要换的 ok 啊 让大家看到更漂亮的背景嘛 对不对 啊 地方不一样是不是 背景不一样 那其实呢 同学们是看到说 杉杉姐姐今天的背景不一样 在一个太空那边有没有 旁边还有一位小太空人 就是跟大家打招呼有没有 啊 那今天杉杉姐姐 出来在这个太空这里呢 啊 其实真正的地方在哪里呢 啊 对咯 老师为什么你坐在这里啊 啊 千丽艳你发现了啊 为什么我今天坐在这边对不对 啊 其实呢 杉杉姐姐现在是在哪里呢 其实杉杉姐姐现在是在这一个 VE studio ok 在这个VE studio里面 进行这一个直播的 那么呢 啊 换了位置 哦 好多同学都看到眼睛很闲哦 ok 那么今天 ok 杉杉姐姐在这个VE studio里面的 那么呢 这个VE studio就是专门 就是可以拿给我们做直播啊 ok 或者是要拍摄video啊 可以放很多漂亮的背景的一个地方 ok 一个studio 那么呢 ok 如果同学们啊 你friend in了哦 啊 我们将会怎样啊 我们会给friend in的粉丝们呢 一个机会来到这里参观的 你想不想来 这里很美哦 ok 你想不想来体验在这个studio里面 做直播那种感觉有没有 想不想体验 如果你想体验的话呢 啊 你就赶快 ok 去friend in friend in了之后 ok 杉杉姐姐 Kristian老师还有Ajermin呢 就带着我们的这些粉丝们呢 来参观这个VE studio啦 ok 有没有很期待呢 啊 好 来 今天呢 我们也是一样 要迈出学习的脚步 把握着学习的机会 一起快乐学习的 那么呢 这项网络直播教学课程呢 是由预示培以及莱纳电脑公司 为了孩子为了明天 温馨呈现 好 那么上个星期三呢 我们就有跟这一个 Iman Chang的老师呢 给我们示范这一个 裁缝技巧的 那么呢 上个星期呢 Ok Iman Chang老师给我们示范了 多少种的裁缝方式呢 你们知道吗 这一题的答案 你们有没有答对这一题 ok 来看看哈 同学们有没有答对这一题呢 ok 好 看到很多同学有回答 ok 好 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6种 ok 6种的裁缝方式啦 好 那么 希望同学们都有答对 拿到我们的SERT啦 那么 接下来这一个 啊 就是我们的FriendIn的 这一个 register的这个QR code 所以呢 还没有register的同学 赶快去register ok 赶快去register成为我们的FriendIn粉丝 ok 那么如果说啊 你对FriendIn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的话呢 你可以啊 电邮到这个 askprenin alliance dynabook.com.my 或者是说你可以浏览我们的Facebook 啊 Dynabook Facebook ok可以发送信息到这里 PM他们 让他们啊 问他们问题 然后啊他们就会有啊 专人回答你们的问题的 ok 解答你们的疑问的 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都是好啊 好孩子对不对 都是首规矩的好孩子 那么快乐学习 专心学习 不分年级 不分周暑 不分学校 啊 还有呢一个人的心有多春节 言语就有多美丽 所以呢 三三姐姐希望今天在这个chatbox里面 可以看到同学们啊 美丽的言语好不好 ok 所以同学们要谨慎留言啦 那么也欢迎各位同学们呢 ok 在直播过后 重复观看我们的视频 温固而知心 因为三三姐姐知道 同学们最近都在上课 很忙对不对 ok 没关系 你可以在直播过后呢 重复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 好 同学们也要善用这个留言平台 与老师互动以及交流 ok 也要尊重以及感恩受课的老师 时时刻刻为他们送上感谢 以及祝福的 好不好 所以相信同学们都可以做到 对不对 好 很多同学讲 Christine老师嘞 Christine老师等一下我会带她出来 好不好不用那么紧张的 ok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是什么 啊 记得如果呢 你在我们这边的话呢 你有在这个YouTube上面 记得要去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ok 然后你可以去like and share我们的video follow我们的page Facebook page ok 所以呢 这个需要同学们去大大力的分享出去啦 ok 让更加多的人来受惠 一起来学习新的这些知识 ok 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这个video呢 能够得到 跟触席人数一样多的这一些 同学们的这个like啦 ok 如果你有300个人 我们就有300个like好不好 我们一起加油哦 好 很多同学很期待的这个时候来了 ok 就是现在我们要请谁 啊 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啊 我跟这个Christine老师ok 一起跟大家分享的 分享什么呢 啊 分享这些新知识新事物啦 就是我们今天会通过这个编程 ok 跟大家一起来了解 什么是在借月 啊 我们就是会通过这个coding 来认识什么是Ramadan 什么是在借月 好不好 ok 好 来 话不多说 我们来有请我们的Christine老师 哈喽 大家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下午好 Christine老师好 哇 你看我们现在在哪里 老师在这边可以走动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米距离 是的 我们保持一米距离 哈喽 哈喽 谁已经在线上了 哈喽 我记得你 我认识你啊 ok 我没有忘记你的 ok 刚刚有一位新朋友有进来 他说老师我是新生 有吗 啊 老师我有我是新生 啊 啊 那个叫daily云 欢迎你 欢迎你啊 啊 刚刚有小朋友说 为什么今天呢 我们的那个会这么暗 啊 啊不用顶 这个我们还是在调试当中 我们会更加的进步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用我们的这个ve studio 是的 啊所以Friendin的粉丝们 记得哦 你们有机会来参观的 ok 只要你们有争取 然后呢我们会带你们来参观 然后带你们来这边录影好不好 来给你们体验一下 怎样有虚拟背景 所以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海报 漂亮漂亮好大张的海报哦 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什么呢 嗯 你们猜猜老师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样子看用肉眼去看的话 你们猜到吗 来看看有没有同学写 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你们一个feedback 嘿嘿嘿 下心见 你喜欢我 谢谢你 我也喜欢你哦 ok 好 你们猜一下老师现在用肉眼看的话 老师的四周围是什么颜色的 嗯 有没有人猜得中 有没有人猜得中 是什么颜色的 诶 诶 诶 有哦 有哦 好厉害哦 哇 绿布啊 有油脂汉 青布 啊 green put 然后那个是 Renget 是说 青色 哇 来给自己多多的掌声 大大声的掌声 太棒了 你们都是有听客的一群 嗯 你们都是我们的好粉丝 对 我们是有呃 墙壁都是青色 我们没有挂青布 我们是土上的青色的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轻逼逼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看到是很漂亮的东西 我们是看到轻逼逼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 就是栽解月 有没有人知道啊 现在我们是栽解月开始咯 今天是第几天啊 嗯 今天是第几天 我们先来问问同学们 看看同学们知不知道好不好 对 今天是第几天啦 我们栽解月开始咯 对 啊 你们有发现到吗 有没有去发现四周围的事情啊 栽解月开始了 今天是第几天 哦 有人说不知道 哦 不用紧没有迟没有迟 因为才刚刚开始吧了 对 所以你今天知道的话 你再去观察 啊 你再去观察 哎 有答案咯 哦 看到了看到了 哇好聪明哦 好好好 证明这些同学都是有去观察 你们四周的 那你们身边如果有一些 Muslim朋友的话 你们就知道了哈 有一些Muslim老师的话 你们也知道 对不对 啊 对了对了 Yam Wing Him 是说了 第二天 第二的话就代表第二天 刚刚周围也是说第二天 对的今天是第二天 昨天是第一天 昨天是第一天 今天是第二天了 是的 是的 所以今天第二天呢 已经是我们的这一些 马来朋友马来同胞们呢 他们进行这一个 灾戒第二天 ok 啊 所以呢 在这边呢 不知道有没有 马来同学在这里观看 我们的这一个视频呢 如果有的话可以来 跟我们打声招呼哦 啊 ok 啊或者是有穆斯林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进来打个招呼的 ok 我们说一声 然后让我们知道 你们也是有在 呃 这个参与这个灾戒月的 好不好 所以今天很特别 今天哈 我们三三姐姐大家都知道 三三姐姐是很厉害做什么 嗯 做编程 所以呢 我们带大家呢 进入了编程去认识我们的灾戒月 好不好 ok 摔他爱心给三三姐姐 哈哈哈 啊 ok 三三姐姐很厉害 ok 摔他一起送给他 是的 所以呢 为了让同学们更加了解这个灾戒月啊 他的了解到底有多深 你有没有了解到说 哎 这个灾戒月是怎么来的 嗯 他的习俗是什么东西 哈 所以没关系 如果你也不了解 没关系 今天呢 通过这个编程小游戏 跟大家一起进行这个编程小游戏 大家一起玩 好 ok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到最后 我们可以得几分对多少题 啊 你们可以拿指拿笔来记录下来 哎 有人问Agent Wing 啊 Agent Wing呢 今天他去执行任务了 所以今天他没有在这边 他去执行特别任务 对 啊 还有呢 要你们啊 Agent Wing有告诉我啊 他说希望同学们啊 如果想念他的话呢 就把今天的这一个我们的直播 宣传出去 share出去 让更加多的人进来学习 啊 你们做得到吗 Agent Wing有交代了这个任务哦 你们有做得到吗 ok 啊 今天Agent Wing是没有来 他去执行任务了 ok 所以呢 就是欢迎你们大家 把今天的直播 大大力的share出去给你朋友 ok 叫你朋友进来一起来学习 ok 嗯 好 ok 好来 记得like and share我们的video ok 然后Agent Wing就很快从任务中回来啦 好 等这么多 我们来看 哈哈哈 讲这么多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这个小游戏是怎么样玩的 ok ok 待会儿呢 同学们可以先猜一猜 但是先不要说出来 你可以先猜一猜 这个小游戏是用什么software做到的 啊 你先猜 等一下呢 ok 等一下最后的时候 就生生生姐姐姐会问你们 然后再看看有多少位同学可以答对 这一个是什么software好吗 嗯 ok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个小游戏 嗯 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游戏的画面 哇哦 有一个大月亮 好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这个小游戏啦 就是再借月你值多少 啊 你到底了解这个再借月多少呢 ok 好 同学们 准备好了吗 因为待会儿呢我们就直接进入题目咯 所以做好准备咯 ok 当你知道答案的话呢 你赶快写在chatbox里面让我们知道 对 看到谁第一个知道答案好不好 ok 好 来 话不多说我们先开始吧 ok 这里呢 有分成四个部分 ok 有三借月的由来 在借月的习俗 在借月的禁忌 以及在借月的误区 ok 一共有四个部分 所以呢 每四个部分里面呢都有啊 不同的这个题目 所以呢同学们要看好题目再回答 好吗 ok 好啦 事故意识我们先进去 在借月的由来 好 来看看 ok 来看到了第一题 好 这一题呢 不懂同学们会不会啦 来我们看第一题就是 什么是在借月 啊 我们每次都听到在借月啦 大概在借月啦 诶到底什么是在借月 他是哪一个 Bulang Ramadan 还是 Hari Raya Aidul Fitri 哪一个答案呢 来赶快在chatbox里面写给 珊珊姐姐跟Kristin老师知道 对 Tally Yun说好难哦 哈哈哈 第一题就会难到你了嘛 不会难啦 不会难啦 Nye Nye Anson 哦 他写E 哦 ok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答案比较多 E的答案就是Bulang Ramadan 2是Hari Raya Aidul Fitri 哪一个答案比较多 ok我们来看看啊 好 Chen Lian说Hari Raya Aidul Fitri 哦 ok Rashini说Bulang Ramadan 嗯 诶怎么我看到的答案是2号比较多的 哈哈哈 因为比较熟悉 哦 ok好没关系 既然同学们的答案都是2号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答案是不是Hari Raya Aidul Fitri 来 噔 哦 哎呀 宰常识 所以答案很明显 就是Bulang Ramadan 什么是Bulang Ramadan呢 OK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Bulang Ramadan就是说这个宰节月 它在国语我们叫Bulang Ramadan Ramadan也就是在这个回历 就是伊斯兰历里面的这一个月份 叫做Ramadan 哦 所以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ok我们的这一个马来同胞 就是穆斯林们呢 他们就会去进行这个采接 就是我们讲的Bwasa 啊Bwasa 所以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 这样子 它会为期30天 嗯是的 就是一个月30天的 而且呢 这个Bulang Ramadan呢 对于我们的有足同胞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穆斯林 他们相信呢 这个 灾接月其实 就是这个正主阿拉他们的神 ok 把这个可兰经 降给他们的 把这个可兰经交给他们的 所以这一个月份呢 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月份 很神圣 所以我们讲很舒气 很舒气的一个月份 对啦 所以呢 第一题就是 答案是Bulang Ramadan OK 太好了 好 看第二题 看第二题 三届月 在什么时候 啊 因为有很多个月份 对嘛 ok 所以它是在哪一个月份的 哎 小朋友一定说 怎么没有四月 当然老师又讲 昨天是第二天 现在是在四月啊 应该在四月啊 为什么没有四月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的选项 ok 答案的选项有什么 有每年的伊斯兰利的第九个月 或者是第二个答案 就是每年的阳利的第九个月 哎 什么是阳利啊 三三姐姐 啊 阳利 其实阳利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现在普通看到的日历 就是叫阳利 比如说今天是四月十四日 所以这个就是阳利上面的日期 哦 就是看Plancer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那个 对 看得懂的那个日期啦 对 大家都用的那个日期 是的 哦 那么伊斯兰利呢 很明显就是啊 这个他们回教徒的有啊 所拥有所用的一个啊 这个日历 就好像我们华人 华人也是有农历嘛 对不对 所以是同样的 他们也是有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日历的 哦 所以伊斯兰 他们有伊斯兰的日历这样子 对 所以现在他们目前是第九个月 啊 我们的第四个月就是他们的第九个月了 现在 嗯 今年来讲啊 今年来讲 今年来说 对的 所以呢 到底是哪一个答案来看看 很明显 很明显 是答案很明显 来 来 哇 好厉害 ok 好 哇 很多同学都回答对哦 啊 是的 这一题呢 就是这个灾界月呢 是在每年的伊斯兰历的第九个月的啊 所以呢 答案是第一个答案 耶 哇 太厉害了 ok 哇 同学们真的好棒 ok 好 那来看第三题 那我们刚才讲了灾界月 灾界月 三十天 嗯 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 什么是开灾节 开灾节叫什么 啊 你们知道吗 开灾节是在什么时候呢 因为这样我们是说现在是灾界月 对啊 灾界月有三十天 但是开灾节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嗯 开灾节是一个节日嘛 对不对 就是那一天我们称之为开灾节 对 所以是在哪一天呢 啊 如果刚才那一题小朋友有答对的话 你可以联想到这一题 啊 是的 他答出来了 哇 好厉害哦 那同学们有没有了解到开灾节 以及这一个灾界月的分别呢 嗯 就是一个是一个月咯 哈哈哈 ok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说法 ok 我看到同学讲说这一个 哈利来亚 ok 对了 开灾节就是这一个哈利来亚 非常好 哇 好多同学写 哇你们好厉害 ok 所以你们已经联想到这个答案了 对的 ok 那么这一个灾界月跟这个开灾节 就有分别的哦 就是灾界月呢 就是 呃为期三十天的 华萨 就是他们会啊 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 就是白天的时候 然后晚上才吃东西这样子 ok 那么开灾节呢 他其实就是呃在我们结束完了整个在9月之后 今年2021年的时候 是在我们的阳历的几月 几号呢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啊 我看一下 今年我们的开灾节 今年呢 因为每一年会不一样 嗯 ok 今年2021年的话 开灾节会是在哪一个月份 哪一天 你们懂吗 你们懂吗 啊 在阳历啊 你们写阳历给我们哈 阳历 10月1号的话呢 那都是伊斯兰历的说法 但是我们阳历的话呢 啊 会是在几时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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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开灾节啦 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开灾节的时候 他们会看那个星月对吧 会看那个Moon 是的 他们会看星月 所以当这个开灾节 这个灾节月的时候 他们也是一样是看这个星月 所以从星月出现的第一天开始 到下一个星月出现的时候 就是进行这个灾节月 OK 当这个过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一个开灾节了 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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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灾节 然后到时候你就会听到很多商店 满街都会这样 Selamat Hari Raya 对不对 所以那个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时候啦 OK 好 非常好 我们这个灾节 这个由来呢 同学们都答对咯 所以你们有学到吗 我看到这个Limbo Gin说 哦哦哦 这代表你学到了对不对 哦哦 最近安 intro 好 来很好 第一个部分已经完成了 让我们现在回到目录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什么呢 第二部分就是 灾节月的习俗 灾节月里面有习俗吗 有什么东西要遵守的吗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就很像我们的华人也是会有习俗嘛 对 在借月里面我们也是有一些习习的哦 嗯 对 好 来 已经来了题目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题呢 它是说 在这个在借月里面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有讲过嘛 在借月就是寡当 那么在在借月里面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穆斯林 他们需要完成一样什么很重要的事项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全部一定要做的 答案有两个 一就是每个星期五进行在借 或者是说第二个答案就是 在借长达三十天 每个星期五就是 一个月就有四天而已 对 四天 星期五才在借 一到四 星期一到星期四就不需要在借 对 所以是应该是哪一个呢 你们知道吗 小朋友们 你们有知道这个东西 哦 你们都是马来西亚的好孩子啊 哈哈哈哈 日本存活在马来西亚就知道这种习俗嘛 对不对 啊 对的 答案 答案是什么呢 来 Kristin老师告诉大家 啊 在借长达三十天 啊 你们都答对了 OK 所以呢 在栽叶月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要栽叶长达三十天 然后这三十天里面呢 他们要进行什么活动 就是 日处之前要吃饱饱 日处就太阳 看不到太阳 啊 就是可能是在凌晨啊 凌晨 凌晨 五六点 五点多 五点之前 对对对 他们就要吃饱饱了 对对对 然后就要去祷告 可以去 呃 呃 Praying ok 去拜拜 这样子 然后呢 过后呢 日处之后就完全不能吃 不能喝 嗯 OK 然后一直到热落过后 OK 他们有一个指定的时间 他们那个时间 祷告完毕了 他们才能够吃东西 喝水 啊 是 除了这些之外呢 啊 还有很多东西他们要遵守的 我们来看这一题 OK 穆斯林首戒 就是他们在待戒的时候 嗯 是不是 只是说 呃 不能吃不能喝 嗯 这个是只不能吃不能喝吗 嗯 这个问题是 是还是不是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他们要戒掉的 在这个再戒约的时候 啊 有小朋友是选择一 诶 也有小朋友是选择二哦 是哦 所以是一还是二呢 也就是说穆斯林在再戒约的时候 他要守的戒律 只是在于不吃不喝吗 嗯 不吃不喝吗 太难了 哈哈哈 谁太难了 OK 答案就是是或不是而已 没有很难 哈哈哈 OK 是或不是 你们就想想看 诶 他们呃就是这些马来同学啊 他们在这一个在这月里面是不是只能够呃只是说呃我不吃不喝就可以了还是说还有其他东西是不能做的有吗要遵守的要遵守的有没有OK好来看看有没有同学给答案有的是呃很多人写不是 你写人说是呃 OK好来不卖关子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OK好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 是啊 哈哈哈 是错的 答案呢这个穆斯林呢他们守这一个戒就是呃在在戒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只戒吃戒喝罢了 对 对 所以答案应该是不是 不是 那个no OK 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呃遵守的 嗯 例如 例如什么 OK好 例如呢他们在这个在戒月里面除了不能吃不能喝之外呢 他们还有很多那种坏习惯 比如说很懒惰啊 呃可能有些是很习惯偷东西啊 贪心 贪心啊 他有很多那种邪恶的想法 OK 有些不好的想法 害人的想法 啊 不能打架不能骂架这些都不能做 对 打架骂架这些都不能做 所以他们不可以跟人家吵架啊 不可以害人啊 这一类的 对对对对就是心里面不能够有那些邪念 对 坏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呢他们是完完全全不能有的 嗯 全部的习惯全部要戒掉 所以除了吃和喝之外呢 其实他们就戒掉坏几罐的一个月份 对 戒掉他们一些贪念啊 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大人他们是很爱抽烟的 OK 啊 这一个期间他们也不能够抽烟的 啊 因为抽烟也是有害健康 对 有害健康 啊 所以大家你们知道了吗 所以在这月不只是不吃不喝 OK 其实也是在就是在一界是戒掉一切的坏机关 不好的 嗯 OK 我们要朝阳电汤的存叠的 对 对 这个也是我们的穆斯林他们所向往 OK 所崇拜的一个生活方式 嗯 OK 好 来 接下来这一题 啊 同学们应该有去找答案了 对不对 哈哈哈 讲了这么久 OK 好 这一题呢 那就是说哎穆斯林在灾戒月里面的时候什么时候才开灾啊 开灾这边的开灾不是开灾节啊 可以啊哈哈哈 开灾节就是那一天就在开灾节开灾就是在每一天的每一天的 就是呃他们在他们这个月份里面啊什么时候才能开灾呢啊啊有两种答案一个就是热落就是太阳下山过后他们祷告了之后呢啊这些穆斯林朋友就会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一个啊开灾圣宴 嗯 吃东西 对 嗯 或者是说呃他只是要到了傍晚 OK就可以开灾就可以到了傍晚6点了我就可以吃东西了啊啊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可以开灾呢同学们知道吗 来看一下哎有哎有山吗这边没有山没有山哈哈哈你是在叫我一和二哈哈哈你们是在呼唤三三姐姐吧 OK一和二而已啊没有山啦 对哇哇 啊啊啊遗失啊哈哈哈哈好厉害耶 OK相信呃同学们真的是有了解到有真正呃大家都是生活对对对OK啊都有了解到这一些呃习惯OK 每一个种族不同的习惯诶这个千里厌在呼唤我吗哈哈哈在创一创姐姐 那么这一题同学们都答对了OK都答对了那么这一题呢他的答案就是日落祷告后 穆斯林会和家人朋友共享开在圣宴的 所以他们就会在日落就是太阳下山之后 他们就会先去祷告去那个清真室里面祷告 或者是现在因为可能SOP嘛 所以就在家祷告了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开始吃东西了 重点是在于他会跟家人一起分享 对他是跟家人一起分享 当然如果说我们是朋友的话呢 我们要参与他们的这一个 也很欢迎吧 只不过现在是要这首SOP 所以就没有这种群聚聚会 不然的话一般上他们都很热情 会邀请很多的朋友去安家 一起开餐 开餐 一起吃 对我还记得有一次啊 就是我跟朋友们刚好遇到他们的 也是博士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约说 我们一起到这个中点 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吧 好那我们就去吃 然后因为我们去到海藻 那我们就做了个什么举动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餐馆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一些华人 印度人 当然也有马来人很多 可是当时候呢 还没有到开灾的时间 是 大家就做了一件很合作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大家都买了食物 放到桌子上 大家一起等时间到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种族的人他们虽然不是穆斯林 对他们也是跟穆斯林一样 对就晚餐时间就买了东西就花一桌子上全部都不吃 对全部都不吃 我们就一起在那边等我们的有足同胞祷告完毕 然后整个餐厅的人才一起开工 对真的是很和谐很温馨的一个画面 真的他很棒 很温馨 因为他有这种是因为负集到有族朋友啊 或者是负集到我们穆斯林朋友 如果你吃的话呢 他们会觉得 嗯 其实他们心里没有什么样啦 只是问题是我们要尊重他们 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吃东西 如果是一起吃的特别开心一点 虽然不认识彼此 OK不认识彼此 但是我们也会等 有可能等他十分钟 这样子他祷告完毕 诶可以开动 大家一起开动就很开心 是的 哇那个场面一定是很温馨 很温馨 因为你可以看到并不是你一桌的人在做这种事情 而是一整个餐厅的人都在做这事情 虽然当时候呢 有这些穆斯林朋友就跟我们说 没关系你们先吃 但是大家都很有默契 大家都是说我们一起 哦 嗯 不懂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去餐厅看过这样子的情形 尤其是在这个布朗拉曼旦里面的时候 OK 尤其是晚餐的时候 是 他们都会很手规矩的买完了食物在那边等 OK 所以蜘蛛士林朋友他们就会等开始 因为他们有同一时间开始吃的 对他们有一个时间的 好 嗯 好 OK 好 下一题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 应该大家都有看到的 就是在这个布朗拉曼旦里面呢 这个穆斯林啊 他们会举办一个市集 对 OK 这个市集里面呢 在有卖很多很多东西的 好 啊 那主要这个市集 卖的是什么 卖的是什么 啊 然后同学们知不知道 这个市集 马来文叫什么名字 啊 嗯 有没有人去呢 OK 来看看 哦 有吗 是 在那个市集啊 这只是在布朗拉曼旦里面的这个市集 不是平时的巴萨马拉吗 嗯 不是平时的巴萨马拉 啊 你们有发现到他们卖的都是什么东西吗 有去看嘛 有去观察一下 你们有没有去走过这个市集 有没有曾经走过 然后你走过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觉得肚子饿 肚子饿 肚子饿 又会嗅到香香的东西 诶 我看到有同学回答 Washini的 啊 哇 Washini好快哦 每次都好快 对 好 OK 来 诶 啊 有两 有一个同学回答 嗯 OK 好 很多同学都是回答 这一个题目的 这一个答案 OK 啊 好 那么 同学们很多都有回答对啦 OK 啊 当然 OK 先来讲一讲 这一个市集 就是穆斯林在这个待见月份里面呢 所举办的这个市集 其实叫做 Bazaar Ramadan 就是专门 就是专门售卖这一个美食 啊 跟饮品的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穆斯林朋友呢 他们已经 一整天就是没有进食了 是 所以呢 他们就举办这一个市集呢 主要就是售卖美食 然后让那些 马来朋友啊 或者是穆斯林朋友呢 可以买到食物回去 等时间开载 就可以直接吃了 尤其是有上班的 有住朋友 OK 上班了 他们回到家就没有时间煮啊 所以他们就可以去这个Bazaar里面去买了 对 大家都可以看到你们住的附近啊 住家附近有没有这个Bazaar 如果有的话 你就可以看一看 或者是你可以叫爸爸妈妈带你们去 但是要注意哦 SOP 对啦 要注意SOP 距离啊 要距离 OK 所以呢 这题也是同学们打罪了的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开载美食以及饮品的 它主要是售卖这一些 对 OK 而不是日常用品 对的 OK 哇 好厉害哦 同学们都已经 哇 看来同学们都很了解啊 应该对很多题的同学们 是 看到他们的答案都知道他对很多题 嗯 太棒了 太棒了 好了 来 我们已经学完两个了 对不对 对 那现在我们先暂停一下下 我们来做一个运动 运动的时间 喝水时间 对 所以如果你有水平放在旁边 就赶快喝水 OK 一定要补充水分 因为最近的天气啊 互冷 互热 对 刚才一开始所有小朋友说 诶我这边下雨了 对老师这一边也下雨了 是 也下雨了 OK 好 来我们的助手 哈哈 我们的小助手 OK 两位小助手 所以同学们可以 呃 站起来 OK 送送你的筋骨 跟他们做一下运动 OK 然后喝一下水 这样子 OK 好不好 好 所以一定要记得多喝水 补充水分 身体才会健康 对保持身体健康 好 做卖 为什么呢 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专业 你们已经进了粉丝专业了没有 小朋友们 我们的branding粉丝团们 OK 如果进到区的过后呢 你会发现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是我们dinable的专业 你要进去lock in OK 要进到去lock in的地方 这个地方 对了 有看到lock in lock in的过后呢 你会发现到有一个 要我们填写 OK 要我们填写我们的 OK either是你的注册了的email 或者是你爸爸妈妈的电话 因为你们是用爸爸妈妈的电话来做注册 对不对 按了进去 第一次 如果你是第一次的 OK 第一次就去click here OK first time log in 第一次你要进去对面 然后呢 做一些做password的 要你填写一些password 你去create new password的一个动作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成功了 所以以后啊 你的password你一定要记得 OK 改天你lock in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直接用你的email address 或者是你的电话号码 爸爸妈妈电话号码 放你的刚刚所create的 password 你就可以log in 进去看了 OK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去到哪里问呢 考考你们 如果遇到问题 我们可以去哪里问 你们 你们觉得呢 可以去哪里问 来看一下同学们有没有回答 对 因为这个刚才杀杀姐姐已经讲了 啊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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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朋友记得吗 如果我遇到问题 log in的问题啊 如果我遇到一些嗯啊 register的问题啊 怎么办 我们要去哪里呢 要去问谁呢 问谁啊 啊有没有人懂这个答案 来看看 有吗 哦有人说啊一家一家健说我这边也下雨对啊 是啊到处都在下雨 所以同学们在这段期间先问不要跑出去 OK 不要领雨哦 OK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诶我看到了 Yan Wen Ping讲说要去Facebook问 啊 对 对对 就是去Dynabook的Facebook问啦 嗯 嗯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不明白 你就可以去到我们的Dynabook Facebook 去询问 或者是说你可以去email OK email给我们 OK email去这个friendin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啊 有专人回答你们的问题啦 是的 是的 所以有问题就一定要问 这样子你们的问题才能够解决的 嗯 好 好的 OK 嗯 好 来来 接下去呢 我们来 诶 时间到了 啊 时间到了 休息也差不多了 OK 哈哈哈 休息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来倒回去我们的这个边城里边 我们还有两个未完成的部分哦 OK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边城里面未完成的两个部分是什么啊 刚才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已经完成了的由来以及他的习俗 嗯 OK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灾借月的禁忌 什么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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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忌就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不可以做的 啊 OK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好 来 哦 第一题 哈 他问是不是每一个穆斯林都要进食呢 哦 就是在灾借月里面 对 在灾借月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吃东西 就是慕斯林 就是我们的这个Islam的朋友 和慕斯林朋友是不是都不能够吃东西 每一个 应该是吧 有例外吗 哈哈哈 不懂 同学们知不知道 是不是每一个马来人或者是每一个慕斯林都需要去 慕斯林的 每一个 嗯 哦 好多人写二哦 哦 不是 也是有人写一哦 哦 是哦 可是二比较多啦 嗯 嗯 对 从Yenry说一 嗯 OK 好 Aster讲不是 不是 OK 我看了你们很 哈哈 你们是不是 有通 有问过你们的这个友族朋友啊 知道是说 哎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定时的 嗯 啊 啊 同学们好厉害 对 这题的答案就是 不是每一个慕斯林都需要进时的 哦 励志秤很厉害哦 不是 不是 为什么呢 他是看情况而定的 嗯 他是看情况而定的 比如说什么呢 OK 其实正常来讲 每一个健康的慕斯林 健康 OK 没有生病什么的 健康的慕斯林都需要挂赛 OK 啊 但是有例外 哦 比如说 啊 小小的那些小朋友 可能说他才一两岁 Bibi 一两岁的 或者是可能五岁的 这样子 嗯 他很小的 OK 啊 他就可以不用挂赛 OK 啊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老人家身体没有这么好的 哦 哦 生病的 虚弱的 虚弱的 OK 或者是病人 OK 他生病了 住院了的一些 OK 他们都可以不用去挂赛的 哦 当然还有一些是怎样呢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是怀孕的妈妈啊或者是正在哺乳的妈妈 哺乳就是为奶的 喂奶 母乳的妈妈 因为他们都不需要去挂赛的 因为他要给营养那个baby 对 他要给营养那个baby 如果他不吃的话 他怎么样有营养给baby 对 还有另外一个情形 就是女性越试的时候 对吗 对 他来越试的时候 也是不需要去buasa的 这一群人呢 就可以是例外 当然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国家很多运动员 对不对 如果运动员 刚好在buasa时期 他们有去比赛 比赛 那他们也不需要buasa 因为如果你去比赛 没有吃东西 怎么有大雨球 怎么有力踢球 对对 没有力跑 所以这也是例外的 对 所以不是每一个啦 对 不是每一个的 一百一百 OK 那接下来这一个 在届时可以吞口水吗 很多同学都很好奇这个问题 是我不能吃东西 这样子口水突然间在我口中 我怎么办 哈哈哈 在我喉咙 我怎么办 到底可以吞 还是不可以吞呢 是要吞下去 还是要吐出来的 对 这个也是一个很 这个迷失吧 迷失 因为我 我 可信老师小时候 也是有听过这个人家说的 嗯 OK那时候我还是在想 不吞口水怎么办 哈哈哈 把它吞出来吗 哈哈哈 把它抹干吗 哈哈哈 好难哦 OK 哎 好多同学讲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还是有小朋友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吞口水 OK 那其实这一个呢 他到底是可以吞 还是不可以吞 啊 既然很多同学都说不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可以的这一个答案 是不是正确的 哎 啊 看一下我的不可以 看一下不可以这个答案是对 还是错 是否是正确 哇 真的有很多小朋友写不可以吞 是我 很多人讲不可以吞 那到底不可以这个答案是不是对的呢 来我们看一下不可以 可是不是正确 看一下 哎 啊 在尝试 啊 所以答案就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其实呢 那口水是人很自然的一个生理状态 生理状态 对 所以我们不管是什么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喝水 他都是有口水出来 对不对 那 这一个呢 他其实是我们生 生理上的一个东西 所以 吞进去也没有关系 啊 因为他是一个自然反应 OK 如果说你是因为口渴 我一直吞口水 一直吞口水 特地的 特地的 特地的话呢 那这个就真的是不能啦 啊 哇好开心啊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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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哦 Legion Legion Ashly Gen 就是耶 我好像高兴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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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这个自然反应呢 是可以的 就是他们没有这么不人性化 对对对 因为这是自然反应 当然也不例外就是有一些穆斯林会比较对自己很苛刻的 当然他们就不会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很高的呢 他才会去不吞口水 但是正常反应 OK 正常反应是没有问题的 OK 是OK的 可以接受的 嗯 好 这一题 在接时可以刷牙吗 我一定有一些小朋友说我不喜欢刷牙 我在接也可以不刷牙 可以刷牙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刷牙吗 可以刷牙吗 真的不可以刷牙的 你知道吗 你想象一下 你一个月不刷牙哦 不是一天不刷牙 不是一天不刷牙哦 你30天耶 你有吃东西 吃东西是在有啊 热弱一个人弱 对对 有吃东西的嘞 啊 不刷牙的话 OK吗 你们觉得 哈哈哈 你们想想看 如果一个月不刷牙 可能有味道没关系 或者 对对对 这牙齿住了怎么办 对那些残渣 食物残渣 小朋友们有没有试过不刷牙的 哈哈哈 有没有 有的话就在这边偷偷告诉老师 没有试过 不要讲一个月 一天不刷牙 有没有试过 是的 有没有 然后第二天你会觉得怎样 你有这些感觉 OK 哇 很多东西都有答对哦 熬夜还 不是可以的 所以呢 在在接的时候呢 我们的穆斯林朋友 是可以刷牙的 可以的 可以的 他们是可以刷牙的 OK 如果不刷牙的话就惨了 因为呢 穆斯林朋友呢 他们其实很注重身体 以及心灵上的这一个干净 干净 要保持干净 对 所以呢 他们每一次要去祷告的时候 OK 他们都会清洗他们的手脚 洗脸这一些的 如果是女生的话呢 女生是不能够化妆 他们会把那个妆卸掉 再去 再去祷告的 所以呢 他们就是很注重这个干净 哦 就是完全是清完卸完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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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什么 安森说 CLEAR 哈哈哈哈 哎 就是谁 Despel bubbles 我 老师我 哎 你有试过不刷牙是吗 哇 哇 哎呀 记者一定要刷牙 OK 如果不刷牙 等下你的牙齿住了 然后你的牙齿又掉了 你就会变成那个 会有个空洞哦 你等下没有牙齿 就不好看 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这么简单 你觉得简单是因为呢 你懂的这些常识 有很多小朋友 或者故事讲小朋友 一些大人哦 也不晓得的 我们还是在迷失当中 所以今天呢 啊 我们就是要来 让大家去看清楚 还有去认识更加多 我们这个再借阅的一些事项哦 啊 所以你觉得简单的话 就恭喜你 你是很厉害的 然后你是有去观察 身边的事物这样子 是的 嗯 太棒了 OK 好 来 接下来这一题 好 煮饭的时候 就是穆斯林 他们在借阅嘛 一定要煮饭哦 爸爸 妈妈 对对对 后来说妈妈 他们有些妈妈在家里煮饭 在家里煮饭呢 那煮饭的时候 他们可以 taste taste 可以去撕下看味道 咦 够不够咸 够不够甜 还是够不够辣 啊 可以吗 到底可以 还是不可以 来看看 Delly云说问题好难 没关系 OK 你是我们的新朋友 你觉得难没关系 你常常跟着我们一起学习 你就会觉得不难了 OK 好 一起来学习就不难了 有人说不可以 哦 很多是一 不可以 很多人讲不可以 不可以 千蕴瑞 千蕴瑞说 我不知道 哈哈哈 不知道是有答案啦 都没有答案 可以而不可以 对 可以而不可以 好 既然很多同学都说不可以 好 我们就来看看不可以 这个答案是不是对的 真的 请再尝试 请再尝试 其实呢 很明显答案就是 它其实是可以尝味道的 怎么样尝呢 对 什么尝味道就是 是一点点嘛 对不对 那一点点 可能我们就是放在舌尖上 嗯嗯嗯 够些吗 可以了 哦 一点点就好 那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对 不然等一下如果你想想看 那个Bazaar Ramadan 有一大锅潮面 没有放眼 没有放眼 他不知道 因为他不能试味道 然后买回去 大家就 哎不好吃的 没有味道的 这样子就不好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他们是可以尝味道的 嗯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可以 是可以尝味道 但是不要 purposely去 一大汤汁 我要尝味道 尝味道是一大汤汁吃 不能够啦 OK 所以呢 他只能够是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 然后有人就会问 老师 马来人的食物很辣的 我怎么办 哦 我可以喝水 怎么办呢 你觉得怎么办 你睡洗嘴巴 哈哈哈 可是洗嘴巴可以出口 就吐出来啊 这也可以啦 噬口 然后我曾经问过 我这门爱同学 怎么办 我问他 你们的食物这么辣 那怎么办 你试了都会 大死不大死的吧 哈哈哈 就是这样子罗 哈哈哈 不大死大生死而已 不可以喝水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同常人家说 很直接就会 哇辣 就拿水喝 拿牛奶喝 拿果汁喝 拿一大杯喝 那他很不能 不能 不能 他就只能说 这样子办了 哇 可怜了 三逢三逢三逢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技能啦 ok 所以呢这一题答案是 可以 是可以的 非常好 嗯 好 来接下去 哇 生病 在届时生病了 ok 发烧 伤风 磕瘦 或者是可能住院 他可以吃药吗 我觉得可以吧 生病不吃药 医生讲生病就要吃药啊 是医生讲生病要吃药哦 才会好啊 才康复啊 不吃药不行耶 如果你有仔细听三三姐姐刚才前面讲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这一题了 真的吗 ok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再见时生病可以吃药吗 嗯 OK 诶 丹妮 妳觉得老师好吵啊 哦 不好意思 还是 OK 不好意思 OK 不好意思 我们来经典的暗示一点 OK OK 诶 很多同学讲可以 可以吃药 可以吃药 都选一哦 好 没关系 都选一哦 没关系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题 很多同学写可以 我们就来看一下可以是不是正确的答案 可以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灾界的时候 因为刚才我们有讲 灾界我们要不能够定食 不能够喝水 吃东西跟喝水 我们会做的一个动作 就是把东西吞进去 对吗 把东西吞进去 所以如果你把东西吞进去了 就表示说你已经破戒了 这个就是排斋的意思了 吃药也算是 因为吃药药丸或者药水 我们要吞进去 可能药丸我们要跟白开水一起这样吞进去 这样子吞吞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灾界的时候 生病是不能够吃药的 所以通常在灾界月里面 如果你真的生病了 那么就是可以不用拔萨 是可以不用拔萨的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不可以 好 前面我们的阿凯有讲 可以可是过后要补回 你讲到了这题 好厉害 这题呢 就是刚才阿凯所提到的 就是如果我们在发射 这个Buland Ramadan里面 我们要进去发射 可是我们没有发射到 需要补回去吗 刚才阿凯就讲要补的 那其他同学觉得 是要补还是不要补 需要补吗 替补的意思是补回去 好像有可能他生病了7天 7天呢他就没有再见 他是吃药啦 吃药 他好了过后呢 7天需要补回吗 你们觉得 或者是这种怀孕的父女也是啊 今年他可能没有办法再见 但是他改天他生完baby了 过后需要再补回吗 这个今年的再借 嗯 可以需要需要 诶刚刚有一位小朋友 他有问啊 他问我们说 呃为什么会有再借 啊为什么会有再借月 好这个等一下我告诉你 先讲完这题哈 等一下我告诉你 为什么有再借月 对OK 好这题很多答案都是 需要 啊 因为他们小朋友都是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哈哈哈哈 OK 那这题呢 的确同学们都答对了 啊 我们是需要去补回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是呃 这个 在马来西亚呢 这个补回去 这个Pwasa 补回去呢 是一个条例 是一个他们要遵守的法律来的 就是在回教的法律 对 在回教的法律里面 他们要遵守的 嗯 因为呢 这个如果 如果他们没有Pwasa 嗯 然后又没有补回的话呢 被抓到是要罚款的 Saman yes 中Saman 嗯 他们回教有回教的法律 对 他们必须要去遵守的 如果没有遵守的话 就好像你驾车在外面 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你就要被Saman 你要被罚款的哦 是的 在严重的话 好像会坐牢的对不对 有一些国家是很严格的 对 有些国家非常的严格 嗯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是穆斯林他们就一定要去补回去啦 OK 那么补回去有几个做法 好 第一个 就是比如说我生病一个礼拜七天 七天里面我没有刮杀 那可以 我怎样补回呢 就是接下来我病好了 啊 我就在选七天 把它补回去 就是连续七天 就是不吃东西 就是刮杀 就是再接啦 嗯 就是再接 或者是说 呃 他来不及 啊 来不及 或者是说他 没有办法刮杀 对对对 他可以怎样呢 他可以就是 呃 去捐赠一些 啊 米啊 或者是捐赠 呃 这些食物啊 去帮助这些 穷苦的 贫困的人 哦 去捐赠 嗯 去做捐赠 这样子 去捐 啊 去捐 捐助这一些 呃 有困难的人啊 那他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补回 哦 OK 如果你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你就要用做捐赠去代替 对啦 去代替 啊 但是这一个东西呢 是有时间限制的 哦 对 一定要在明年 好像今年我博士 我没有办法做到 啊 OK 我要补回 那我这个补回呢 一定要在明年的 博士之前完成 哦 哦 我不能讲哦 我三年后再补啊 啊 可以的 因为 因为如果你超过这个 超过这段期间 代表你已经是办法了 嗯 对 你已经办法了 然后 保理会来抓你 OK 啊 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啦 嗯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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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就是需要的 嗯 啊 非常好 来 让我们回到目录去 OK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个定级的部分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嗯 你就知道这些答案了 啊 对 就是你去那个 呃 Bazaar Ramadan的时候 你看到有什么东西啊 OK 你一定看到有鸡肉啊 有什么啊 牛肉啊 牛肉啊 对不对 OK 所以答案 不是咯 OK 答案是不是啊 对 全部都很聪明哈 对的 好 好 好厉害哦 OK 来 这一题 哎 很多人就问 哦 开灾节 是不是穆斯林的新年 哦 是那一个 你们讲是吗 这一个 嗯 我们过完了 这个Bazaar之后的 那个开灾节 是不是穆斯林的 新年 新年 就好我们有农历新年呢 嗯 OK 这个是他的新年呢 啊 这个是还是不是 哎 有小朋友讲是哦 是哦 是哦 我看一下有多少个是 多少个不是 啊 Praticia也是讲是哦 哦 清一色是 哈哈 哎 但是有一个 冲烟瑞说 不是 不是 嗯 所以是是还是不是呢 好 啊 这题很tricky对不对 啊 对 那Christine老师 你觉得这一个 你觉得开灾节 是不是穆斯 穆斯林的新年 Selamat Hari Raya 应该是 哈哈哈哈 好 来 既然很多同学都选 是 我们就来看一下 是 是不是正确答案 哎呀 啊 错了 嗯 对 开灾节其实呢 不是穆斯林的新年 哦 是吗 他不是 他不是 啊 这样子我们要回答 刚刚的小朋友那一集 开灾节 对 嗯 啊 为什么要讲 好 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开灾节 不是穆斯林的新年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开灾节是庆祝 他们已经完成了Brasa 哦 啊 他们已经完成了Brasa 成功完成了这个Brasa 成功 呃 灾节自己30天 白天不吃东西 只有晚上才吃东西 所以呢 这个开灾节是为了庆祝 OK 好像一个reward这样子 OK 啊 然后呢 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灾节月 嗯 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小朋友的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灾节月 那相传以前呢 OK 这一个他们的真主阿拉 就是他们的神 OK 把这一个可兰经 就是他们的奥库案 这个经呢 降给他们 就是给了他们 传给了这一个呃 人名 嗯 所以在这一个月份 就是Ramadan这个月份呢 他把这一个呃 可兰经传给了他的这一些信众 所以在这一个月份里面呢 呃 他们就要去呃 去学习这个可兰经 去实践里面所讲的东西 OK 啊 所以呢 他们就有这一个灾节月啦 所以这个灾节月里面 他有很多东西是 不能打架 不能骂架 不能够呃 白天不能够吃东西 啊 然后还要需要遵守 很多很多条规有没有 要把那些邪恶的想法都不要掉 嗯 其实为什么呢 他们就是要专心 OK 把自己呃 怎样说 洗净 然后去专心学习这个可兰经 对 啊 明白 嗯 所以呢 就会有这一个灾节月啦 就是让自己去体会 对 穷苦人家的那些呃 那些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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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让自己变得更慷慨 对 OK 然后呢 也要去了解可兰经里面所讲述的这一些道理 嗯 去实现去体验 对 嗯 对的 所以就会有这一个 再接约 然后也会有开在节 哦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知道开在节并不是穆斯林的新年 对 他不是 不是 OK 所以答案是不是 不是 啊 所以呢 顺利完成 对 顺利完成了 那么呢 这个呃 马来人的新年呢 就是这个啊 穆斯林的新年是在几时呢 相信同学们有听过这一个 阿瓦 摩哈达 有 放假了 啊 对 可是呢 啊 当然是学校会有放假啦 但是有些工作长 OK 可能他就没有这个假期 他们觉得是一个小假期 那其实呢 这个穆哈达 阿瓦穆哈达呢 他是我们穆斯林的这一个新年 哦 啊 OK 他是我们穆斯林的新年 然后呢 这一个新年呢 他为什么叫做阿瓦穆哈达 因为穆哈达 这一个字呢 是他们回历 就是那个伊斯兰历里面的第一个月份 就好像我们华人的农历正月 正月初一 啊 所以穆哈达呢 是他们的正月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会庆祝新年啦 哦 所以大家今天有没有学到 阿瓦穆哈达 就是我们的穆斯林的一个新年 嗯 啊 开战节并不是新年哦 但是呢 在开战节呢 我们的有独同伴穆斯林们呢 他们也知道清楚的 因为他们很开心 因为他们30天 他们完成了30天的挑战 对 所以他们觉得很开心 很值得庆祝的一点 是的 嗯 明白明白明白 谢谢 哇 所以呢 在这边呢 OK 啊 同学们就已经顺利完成了解我们的这个赛戒月啦 是的 所以呢 同学们在这个时候啊 如果你们身边有些穆斯林朋友呢 你们要记得咯 要怎么做 啊 啊 所以要记得你们的习俗 经济啊 嗯 然后误区你再搞清楚了嘛 啊 好 我们要看看那个 Program是怎样子的好吗 啊 可以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圣圣姐姐有问对不对 这个Program是什么Software做的 有没有同学有知道答案了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你们就知道了 对 先给你看一个我们的Program的画面 嗯 嗯 好可爱对不对 好 这一个呢 其实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猜中 有看到吗 有题目了 已经有 有一个很明显的 是 名字在上面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OK 上次姐做的一些Program 为什么答对了 它会去哪里 答错了 为什么它会跟你讲赛场试呢 OK 嗯 这边旁边有很多Blogs 然后这边有它的Sprite 对 对 所以呢在这个Program里面 它是使用这个MBlogs的Software 然后呢它有很多不同的Sprite 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回答这么多的题目 它其实每一个部分呢都是这一个Sprite 组成的 是 然后这一个Sprite就是我们所谓的图片 然后每一个图片里面呢 它有它自己的这一个Program 当然也会有它的Logic在里面 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说 按这个Button是对的 按那个Button是错的 它会给你一些Pickback 好的 所以三三七节我要学可以吗 你可以教我吗 我们的同学会这样子问 我们的粉丝会这样子问 因为他们都是很好学的一群啊 对的是MBlogs不是Scrash啦 对的 是MBlogs不是Scratch OK 但是呢MBlogs呢 其实是这个Scrash的延伸版本 对对对 OK 它也是可以做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OK 所以相信同学们已经有了解到Scrash跟MBlogs啦 OK 那么呢这一个呢如果OK 同学们要学的话 当然Scrash姐姐是不会让粉丝们失望的 OK 所以呢 记得多多关注你们的FriendIn的那个Page里面的那些资料 OK 说不定你会在线下看到我 OK 说不定可能你订的那一本刚好就是Scrash姐姐教的 这样子OK 期待期待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短短的 画面那个视频好不好 OK 我们去OK我们马来西亚吧对不对 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到 我们带大家去哪里 开罗 开罗 就是埃及 埃及那一边 那边呢也是有很多 这个是他们的青森室 在开灾节的时候呢 在开灾节的前后他们祷告 哇哇你看到有这么多人呢 他们第27天他们是在灭灭的 27天他们就在那边祷告 祷告了他们才开始定时的 对 当然啦这一画面呢应该是在我们MCO之前 之前的 对 现在不可能有这个画面 还有就是他们会有监政食物 对 太食物给贫穷的人 OK 他们是可以普遍重庆的 然后他们开灾的时候是做成一台 然后在街边看到吗 是这么的热闹的 对 就是一个小小的影片让大家体验一下 Buri 这个是什么 哈哈哈 这个是我很爱吃的一种东西 哇哦 每次到Bulang Ramadan的时候呢 对 我就会去买 对 所以因为我真的超爱吃 对 就是在他们我们穆斯林朋友呢 在开灾之前 就吃东西之前 他们都会先吃这一个 嗯 对 因为他们一整天下来没有吃东西嘛 胃里面呢 其实会不舒服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吃下去 让他先打个底 然后再去吃东西就OK了 对 这个呢 营养非常的丰富 给不知道同学们懂不懂 这是什么呢 对 你们有没有吃过啊 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啊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人 有没有吃过 或者是买过 葡萄干 哈哈哈 葡萄干 这不是葡萄干 虽然他样子长得很像 但是他比葡萄干 它是大颗的 非常大 大颗的 就是啊 Kuma 有人说 对了 这个就是我们国语呢 我们叫Kuma 对 OK 呃 哈哈哈 英文我们叫Dits 对 Dits OK 然后华语的话呢 它有不同不同的称号 OK 不同的称号 有不同不同的称号 但是这一个比较特别 主持人老师 你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叫什么名字吗 这个他好像长在椰树上面的感觉 椰枣 对 椰子的椰 OK 椰枣 它是一种枣类 我们有红枣 对不对 那个是用枣类 对 我们华人经常用药 就是有红枣啊 绿啊 这个蜜枣啊 啊 这个呢 就是这个椰枣 椰枣 就是椰子的椰 椰枣 是非常好吃的 非常营养 很丰富的一个 对 它是帮助性存代理 OK 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图片 哇 肚子饿了 一定有小朋友说肚子饿了 对不对 因为到晚餐时间了 那就是美食啦 刚刚我们有讲了 对不对 在我们的 Baza Ramadhan里面 要找出给你 啊 还有一样东西 是我朋友有告诉过我啊 有一些美食的话 只是在Buran Ramadhan才有 OK 平时是没有的 比如说什么呢 平时找不到的 OK 平时找不到的 好像这个 Le Monde 啊 Le Monde 嗯 对对对对 这个Le Monde Le Monde是什么呢 Le Monde就是 土虹饭 土虹 它在竹子里面 非常香 配上咖喱 配上人 这样 啊好好吃 好好吃 哈哈哈哈 肚子饿 然后呢 你们在Bazaar Ramadhan里面呢 也会看到很多种 这种不同的 对不对 硅硅 颜色很鲜艳的 这些硅 然后还有这个 啊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 叫做马来人的粽子 对 这个是 Kutubat 对 对我们是Satte 对 Satte 就会有这个Kutubat 当然在这个 Ramadhan的时候 或者是 开在节的时候呢 也会看到很多 这一个Kutubat的 对对对对 都是各样的 家里也是可以 对 有很多种不同的美食 美食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看了美食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让大家看一看的 OK 来看看 哎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拥抱 哎 为什么 为什么拥抱 因为这个是马来人 特有的一个 打招呼的方式 嗯 他们的一个习惯 对 就开在节的第一天的时候 他们会去探访那些 亲戚好友啊 OK 当然了 现在不能够这样子啦 对 对 嗯 目前不然都是以前 一路以来他们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双手合十 祝贺祝贺祝贺 祝贺祝贺祝贺 要戴口罩 而且是我们看政府也是有给我们这个SOB 就是可能他的手放在肩膀这里 然后就可以跟对方打招呼 就是保持距离 就不能拥抱啦 赶快疫情过后就可以啦 好 接下去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呢通常呢就是在 Ramadan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的这个 可能路边你就会看到有大大个牌子写着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后面有这个一个一个的竹子 然后他们在烧这个竹子 其实里面是有糯米 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有那些灯 那其实在这些偏 比较乡下的地方 他们都会点这个灯 晚上的时候都会点这个灯 ok 是代表一个光明 光明的意思 ok 所以有没有知道呢 ok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 来看看 为什么要在粉幕里面呢 有人知道吗 华人有清明节 马来人有没有清明节 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画面 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画面 嗯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在开大节的时候 他们也会到粉幕去 对 去清理一下粉幕 粉幕啊去悼念一下 ok 去世儿 亲人 亲人这样子 对 他们的概念是有点像我们的清明节 嗯嗯 有点像我们的清明节 但是呢 他们这一个去悼念呢 是一个怀着比较开心的心情 开心 因为他们就好像 呃 虽然他们过世了 但是也是跟他们一样庆祝这一个开大节 这样子 对对 一起庆祝 嗯 所以这个是没有悲伤的啦 嗯 没有悲伤的 ok 好 那么除了这些习俗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啦 好特别 对好特别 有没有发现他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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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哦 嗯 对的 有没有发现到 他们的衣服颜色很美耶 真的 衣服也是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是一整套一整套 对对对 你看他们是一个系列的 同一系列 蓝色系 又是紫色系 对对 蓝蓝女女都穿上同一系列的 所以代表他们是一家人 嗯 就是一个很团圆的意思 ok 所以呢 每一年呢 他们都会有不同不同的这个颜色 然后通常呢 呃我们的有诸同胞 他们会到 呃要这个哈利萊亚的时候 他们就会怎样 他们就会去布装买布 对对对对 找裁缝 嗯 找裁缝 然后就为一家人制作这漂亮的这个衣服 然后他们虽然是同一系列 但是他们的 pattern 会不一样 啊对 会有不一样的 是的 嗯 所以呢他们每一年都会有 每一年都会做一套 一家人一模一样的 对的 然后大清早起来呢 就会跟长辈 啊在这边 他们在做什么 啊 他们其实是在 呃请求原谅 哦 请求原谅啊 对 因为他们是觉得说开在节嘛 就是 就是在戒约的时候 我已经把我的这些坏习惯就戒掉了 嗯 嗯 然后到开在节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跟长辈请求原谅 就是说呃 现在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了 是 希望你可以原谅以前我所做过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那一些事情 就是可能有做错的啊 你要原谅啊 请求你的原谅 请求原谅这样子 嗯 嗯 好的来 ok 好接下去还有什么呢 啊 没了 ok 分享的话题今天呢 都跟大家分享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们有学到吗 ok 是的 有认识了我们的开在节 什么叫做在戒约 ok 在戒约里面我们要遵守一些是怎样子的 ok 就是礼仪之类的 ok 使俗要尊重 对 哦 嗯 因为呢 在戒约是对他们来说 对我们穆斯林来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月份 ok 所以呢 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学校啊 或者是可能工作场所 对 或者是可能你遇到你的邻居 ok 可能是说他们正在在戒 那么可能他们也不介意说我们喝水啊 或者是呃 吃东西 但是呢 呃为表尊重 ok 为表尊重 这个是一个礼貌 ok 所以我们就尽量避免在他们的面前大吃大 大喝 啊 大吃大喝 当然如果你们在学校要喝水的话呢 呃 可能是你的马来同学或者是马来老师定班的话 你们要喝水啊 可能呃 那一节课 之前你先喝水 或者是说你可以呃 不要向着他们喝水 对对对对 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自己避开啊 当然没问题的 这个可以展现一个有礼貌 对 是一个有礼貌的这个行为 好吗 ok 好当然呃 呃在这一个啊 呃 布兰 拉玛丹里面 我们都是呃 有族通报都在瓜萨嘛 对不对 当然我们也可以给他们送上一些祝福语 好 哈 你要什么祝福语 什么祝福语呢 啊 通常我们这个瓜萨的这个月份 我们叫 拉玛丹 嗯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讲 沙拉玛丹 嗯 然后也可以跟他们说 沙拉玛丹 和瓜萨 ok 这些祝福语呢 对我们的这个穆斯林朋友来说 是一个认可 是一个鼓励 鼓励 啊 如果你给他们这样子一个祝福语的话 他们会很开心 很开心 对 因为是他们对他们的一个认可 对 在这个漫长路 就是三十三十天 因为这个不简单 你要做这个这样子的瓜萨 对 所以我们要鼓励 嗯 打气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讲一讲这个 啊这样子的一个祝福语啦 嗯 所以在这边呢也祝福啊 我们的这个穆斯林同胞呢 对 沙拉玛丹 And 沙拉玛丹 沙拉玛丹 ok 很好 那现在来到这边 我们的课题也分享完啦 是时候做什么了呢 嗯 来 文婷 哈哈哈 厉害 我们现在呢就是拿文评的试课了 呀呀呀呀 我们有文评耶 所以赶快去scan这个QR code ok 就可以填好资料 拿我们的文评啦 好不好 然后可以在chatbox click我们的URL 嗯 然后回答一道简单的问题 对 我们今天的文题 证明你已经成功学习一堂课了 是的 那我一堂课了 ok 所以呢你们在刚才我们分享这么多 这么多的这个支持里面呢 如果你有专心听的话 肯定你可以回答到这个问题 不难啦 不难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啊 但是同学们要看好答案哦 啊 这边也要跟大家预告 接下来的每逢星期三 ok 每逢星期三的话呢 我们都会邀请到每一种不同的快活动 ok 或者是才艺班 课外活动的一些导师啊 教练啊 ok 一些嘉宾 上来为我们分享不同的快活动的一些主题哦 哇 好棒耶 听起来 所以你们在学校也是有参加快活动对不对 啊 所以你们参加什么快活动呢 啊 有可能上来的分享的嘉宾是你的一个教练也说不定 啊 所以快活动的一个教练也说不定 哦 或者是会有中的一些老师之类的好不好 是的 所以接下来的每逢星期三记得要留守哦 记得要进来哦 学习 还有你可以拿到我们的文凭 嗯 复习的一个文凭好不好 是的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诶 我看到有同学有Jeffrey Line问 老师 WhatsApp的时候可以冲凉吗 要干净啊 对 其实呢 是可以冲凉 不然你想象看 如果叫你一天不冲凉 你觉得你怎样 这边痒那边痒 哇很臭 对不对 因为我们国家是很炎热的一个天气 所以经常会流汗 加上现在也必须天天冲凉吧 对 因为啊 太阳很热就很热了 所以呢 巴萨的时候是可以冲凉的 因为刚才有说了 就是我们的穆斯林很注重这个干净 不管是心灵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有事 对 但是你要是听这些事 对 好 我 你的才艺班啊 你是参加Ukulidi 欢迎你们进来哦 准备好你的Ukulidi 有可能到时候他会传授你一些特别的技巧 所以说不定 如果你是说老师我没有参加Ukulidi 但是我对Ukulidi有兴趣我想知道是什么的话 也欢迎进来 进来学习好不好 所以这是下个星期三的预告哦 所以记得进来哦 来 所以记得我们的约定啦 时间也差不多 谢谢大家 记得我们下个星期三 4点20分约定你们哦 谢谢大家 for the future for the children for the future 为了2021RMD而已 摸摸的 拜拜